生氣的這個人 1月24號的時候 他去火鍋店用餐 然後跟確診者足跡有重疊 所以他就被匡列為接觸者 雖然說他的PCR篩檢是陰性的 但是依舊無法回家過年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漢庭 現在好像很多人 因為這樣會不會實連痣 你知道他怎麼找到他 因為他有少那個實連痣 所以很多人會擔心 他說當天有超過百人 結果36人被強制隔離 他提出這個質疑 他說是不是乖乖實連痣的人 活該被政府抓起來關 尤其現在出現了一個保單 這就是防疫的隔離保單 你如果被隔離的話 然後那就可以多給你1萬塊 不誇張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立刻跟小豪在討論 去年跟前年其實也有防疫保單 他們都有買 那個是去年跟前年 其實保的是確診的 對 確診 你確診就給你10萬 保單的意義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一種 風險共同承擔 因為我們會面臨到 不確定的風險 所以我們大家集體來承擔 分一點錢 所以當隔離保單出現的時候 表示大家已經覺得 隔離才是一種風險 隔離才是一種損失 隔離才是大家害怕的事情 現在是大家不害怕確診 反而害怕隔離 為什麼 因為一來早前 為什麼大家怕確診 因為致死率高 因為他的重症率高 而且大家比較沒經驗 而且過去的這個病 確實不論是Alpha或者Delta 就以前感覺比較危害程度重 但是現在Omicron 輕症狀跟無症狀比較多 而且大家也都打完兩劑疫苗了 尤其是60歲以下的年輕朋友 當然他就覺得 輕症狀 無症狀感覺還好 所以不害怕確診 反而害怕隔離 那麼現在的隔離 相較於去年的隔離 也更加的嚴重 在去年5月份疫情最嚴峻之時 當時的標準叫 如果你是密切接觸者 就必須居家隔離14天 好 這去年到了今年 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改變 也就是所謂的 密切接觸者的定義改變了 同一棟大樓都算 對吧 然後相隔明明確診者 已經離開餐廳半小時了 半小時之後進來的人 也叫做接觸者 這個時候你當然就會擴大 匡列到很多人 有些人他覺得 明明沒有接觸得到 然後他也被匡列 他也被隔離進去 就算是PCR的陰性幹嘛 他還是一樣要被隔離 那麼在第二個隔離 以前其實規定的說 你其實一家人 比如說你就是居家隔離 可是現在又更嚴格 要求都必須要到一人儀式 你說像有的情侶 夫妻本來在房間裡面 他就是只有一個空間 他不可能一人儀式 那怎麼辦 麻煩你去住旅館 那或者像這邊所說 本來可能要到檢疫所 但是檢疫所滿了 所以幹嘛 去住旅館 最後變成是人人自費要坐牢 而且三餐還必須要自付 再來一個讓大家覺得說 非常很生氣或者很不滿的 第一個是有些狀況 確診的人他已經痊癒回家了 沒確診的反正被隔離 然後在旅館裡面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如果是你發生這種事情 你會覺得很荒謬嗎 確診的都沒事回家了 然後他可以過年 我啥也沒事 然後我必須要在旅館裡面待著 然後跟坐牢一樣 過年也不能好好過 最後一個讓人非常生氣跟憤怒是 如果你說好 都要搞這麼嚴格 沒關係 老百姓也可以配合 但有一些第一個 你能不能夠同樣標準 如果你現在是說 只要大樓裡面出現一個確診 全大樓所有人都隔離 同一標準 桃園市政府現在是不是有人確診 好像有 桃園市政府所有人 全部都被隔離嗎 沒有 那這是什麼標準 那什麼標準 政府官員比較不會得病嗎 政府官員全部都打完第三劑了 那是不是又是特權 就沒有標準 那為什麼普通老百姓 通通都要這個樣子 所以你說要嚴格 就應該通通都嚴格 那不是的話 那你到底標準為何 並沒有辦法邏輯自洽 如果你要如此嚴格 大家在想的是 你當初怎麼不把如此嚴格的手段 放在境外 面對那些境外回來的旅客 你採取這樣的手段 那才是對的 如果你當時有守好機場 守好防禦旅館 把機場所謂205項的缺失 全部都守好 今天會需要大家搞成這個樣子嗎 當然我們並不是全部都反對 都隔離的狀態 而是說 目前我們隔離匡列了這麼多人 有多少人確實是被你 匡到隔離當中 然後應轉陽確診的 如果有這樣的比例 那才能夠證明這個手段是有效的 如果你匡離跟隔離了一大堆 你覺得全都沒事 那不是就證明你白匡白隔離嗎 而且如果你匡出來隔離出來 全部都是無症狀 那不就更加證明啥也沒事 那當然我們認為說 還是有很擔心的事情 也就是說高年齡層 他在打完兩劑疫苗之後 致死率還是不小的 又3.7% 所以我們當然對於年長者 不希望冒這個風險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我們的這些匡列 隔離的政策 應該要根據每個人 打疫苗狀況的不同 或者是年齡的不同 來做區隔的調整 如果你是年紀輕的人 如果你已經打完兩劑疫苗的人 那是不是就算 你的足跡有重疊 那你不需要就做到14天的隔離 比如說7天的隔離就好了 或者做某種彈性的調整 如果你是65歲以上的長者 因為你的死亡率 你的風險比較大 所以認為你除了 你應該要送到比較好的醫療機構 的這些照顧 這樣子去做一些調整 而不是說不論你的疫苗 計次 不論你的年紀 不論你的什麼情況 通通都14天 然後送到旅館 送到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 太一刀切 其實並不符合實際上的作為 必須要與時俱進的來做更正 了 那麼… 你們好… 你們好… 如果你… 這樣做就好… 你們好… 你們好… 我們先不可能… 照顧了… 你 我可以說 你看到這裡 說不定 你ile